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拋線,0點是這個 那他問V加C等多少 好,那這個拋線我們可以 這平方向在這裡 一定可以把它寫成 X減掉X0 R平方會等多少呢? 4CY-Y0 那這裡X0,這個就是2 這個一定等於1 但是他只是要算V加C 所以我們這個就不要管他 就令他叫做一個K就可以了 然後就寫成Y 減掉Y0 Y0就是1 等於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再乘以多少呢? X減2 的平方 因為平方向在X這邊 那這3 那這個係數我一定知道是-3 為什麼? 因為這個所向係數呢 是等於-3 所以這裡一定是-3 那-3以後 我們就把它展開來 這個是-3 那X平方 減掉4X4 再加4 然後把1移過去 那就Y 等於-3X平方 加12X4 再減掉12 減掉12加1 所以是-11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是B啦 這是C啦 所以B加C等於多少 就等於12 減掉11 所以答案是E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A 應該要選A啦